我是小薇 感到陌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 叶成就已经出现了 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后来到了汉朝年间的时候 叶成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高 东汉末年时 叶成的地位还在不断地上升 叶成也在不断地快速发展之中 到了曹内的时候正式成为了首都 著名的曹操携天子引用诸侯 也正式在这里发生的 即便到后来的发展中 首都被迁到了洛阳 但是叶成也依旧没有被舍弃 依然受到重视 但是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 叶成的地位也在不断地下降 经历了很多次的名字更改之后 最终在北宋时正式退出了舞台 这个曾经的中国首都 也终于落下了帷幕 不复往日的辉煌 变成了一个无人愿意问津的小镇 但是这些丝毫不会影响 这里的文化底蕴 现在当地还有很多历史遗留的古建筑 以及出土的很多文物 在2009年的时候 还建起了一座博物馆 非常的具有研究价值 有喜欢历史的小伙伴们 一定不能够错过叶城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关注分享转发哟 好了 本期的他们为见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关注